我们来看一下李小霞对丁宁的第一局比赛 李小霞在拼超联赛当中的成绩是十胜三负 而截至到十一轮丁宁的成绩 拼超联赛是十六胜三负 可以说丁宁和李小霞这是中国女拼 现在这个是绝对的主力 可以说是双核心 都是领军的人物 小霞是大满贯得主 丁宁在路特丹世平赛当中获得了女担冠军 成为了国平历史上的第十三位 极盖斯特杯得主 而在二零一年十月 丁宁是获得了女子世界杯的单打冠军 大家看到这就是张谢霖教练 张谢霖指导培养了很多的中国女军的世界冠军 像江志敏 陈静 戴丽丽 乔洪 德雅平等等等等 数不胜数的这些世界冠军 张谢霖指导呢 在中国女拼 主教练这个位置上 应该说做了巨大的卓越贡献 乔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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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观众来讲 丁宁李耀侠可能竟然在比赛当中相遇 其实对于两位选手来讲 他们的每一次相遇都会有不同的变化 和他们的技战术不同的运用 而且这里面可以说其乐无穷 我记得前江苏队的女队主教练 吴宗发教练 他曾经说过 可能和队友的比赛每天都会打 但是每天大家都在相互的触动 相互的进步 所以这里面是 不会出现什么枯燥啊 或者是经常打 这个打得并不精彩 其实这些问题都不存在 也不用担心 双方都会每一次仔细总结 再运用不同的技战术来对待熟悉的对手 这都是级运用弱 实际兽 寿命欢迎哦 我是王说亂的 您看到今天丁宁在北京首钢主场 感觉丁宁还是非常的兴奋 有一种要在场上展示的这样的欲望 运动员这点很重要 上场之后他非常兴奋 他有这种强烈的自我表现的欲望 希望把自己最强大的一面展示给大家 这样的就是情不自禁的会促使他的良好的发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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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位运动员 要说球的质量 李小霞的质量要高于丁宁 但是丁宁 他的周旋能力 中远台的能力 可能要在这方面 稍稍好于小霞 所以两人的特点不一样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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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宁刚才叫了暂停 暂停之后 这一板带有变化性的 家传胡圈得分 丁宁十一比九拿下第一局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拼超联赛 山东鲁能对北京首钢 这场比赛是在北京首钢体育馆进行 有北京女队主场 第一局的比赛可以说丁宁非常智慧 所以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 被小霞追到九比十 丁宁非常理智地叫了一个暂停 在暂停之后拿下关键的一分 加油 套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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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李能这个队伍是去年拳运会的冠军队伍 而这个队伍呢 去年拳运会令大家印象最为深刻的 是他的梯队建设 他除了李小霞 除了中坚力量 年轻选手陈梦 另外他还有顾玉婷 顾若晨 都展现了年轻运动员极高的技术水平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这一点上我想是山东非常成功的一点 今天我们看到丁宁这表现不说他的技战术 但他的出手他的目的性非常强 而且他出手的出手很突然 不管是磋长还是发球 还是发球之后的抢冲 就给人的一个印象是耳目一新 板一板球呢都有质量 拼命的想打出套路来 这不像以往的就是我丁宁就是稳 能相持 打后后几板 现在今天的比赛 丁宁是每一板球出手 都是加强了这种质量的突然性 丁宁是每一板球出手 那么今天呢 李小霞的发挥呢 感觉是稍稍反应有一点慢 比如说丁宁的一板快挫 丁宁的突然的一个变化 觉得丁宁在牵制李小霞在打 所以李小霞呢 像这种强势的球还需要更多一些 相知当中的强强对抗 李小霞需要打出他那种强悍的一面 我让你肯定是关注的 我让你肯定是关注的 没有人肯定是关注的 哎呀漂亮 这把球丁宁用反手拧拉一把 这个球很先进 很超前 所以丁宁非常幸运 在他那种小的时候 他跟着张一宁跟着郭艳 他学到很多东西 都会把最宝贵的经验 传授给丁宁 像郭艳现在又成为了丁宁的教练 和丁宁 以前他们俩是队友 所以郭艳对丁宁的了解 会更多更深 这样也更有助于丁宁的 再次创业和发展 好的 郑守川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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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本来叮咛的是有机会 调整一板反手想加力的时候 这个球出界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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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个球是有些意外的 有些意外 就是丁宁呢 他在防御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 其实这球李小霞质量很高 正手拉的时候 没想到 丁宁防了一个直线小角度 很突然的防过来 11比10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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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霞 加油 李小霞 加油 好球 就是丁宁的坚持 虽然李耀霞这个球很主动连续正手进攻 但丁宁他的这种防守坚持到了最后 大家看到本来丁宁很被动 像丁宁2比0领先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接着为您带来拼朝联赛 北京首钢对山东鲁能 第二排的单打丁宁对李小霞的第三局 参量纪约 丁宁是2比0领先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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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两局的比赛可以说李小霞整个发挥 应该说也算比较正常 但是他抠得没有叮咛这么细 在场上表现的那种想赢的愿望 没有丁宁那么积极 当然可能小霞身体状态各方面都有原因 好的 像这种球就完全看出双方的一种实力 这个球就是判断慢 就是兴奋点不够 小霞想拉的时候呢 球已经落地 就已经下降点了 中间的球尤其看得出来 就是人的一种场上的状态 山东女队是传统强队 出国刘伟 曹云平 世界冠军 兵奋 加油 双方队是 zal绝成统强队 双方队要绝成统强队 闻市场全有機率 原浅南中国传统强队 借 видно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来看这场比赛 好 观众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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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观众朋友